這是我們的客廳 客廳有兩個陽台 那這個是之前租客有整理一個像花園的概念 然後這一間採光不錯 那我們往前面 這邊看的話是 是看樹梢的 或是面當東西街的園道 然後捷運的話在我們的前方綠色的這邊 那再來這邊還有一個陽台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客廳的部分 讓您看一下 那我們左邊這一個陽台的採光照是要重做的 因為它是有破損的 那跟您告知一下 那接著我們客廳的話就有一個走廊 我們通到廚房的部分 開個燈 對 那廚房也蠻大的 然後做一個這個隔間 對 這邊是廚房 那如果覺得它比較老式的話是可以重做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 剛有跟您提到的就是工作陽台部分 洗下衣服都會在這邊 看一下 那接著我們往右邊走 廚房的旁邊是兩個房間 那這間就是剛剛有跟您提到的 就是我們冷氣的左下角這邊 有一點避癌的部分需要去做處理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一間是另外一間臥室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後陽台 洗晒衣服也是可以在這個位置 對 如果怕說衣服曬在剛剛廚房 那個陽台會有油煙的話 然後這邊的話 陽台的上方是 也有一點必然的部分需要去做處理 那我們看出去就是這個樣子 那接著我們往就是 最大間的主臥去移動 這間是我們的廁所 對 所以就是老老老比較 比較就市的風格 對 那這間就是我們的主臥 如果這間 這邊還可以 其實這邊是可以在隔層一間房間的 這是我們的浴室 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这个这一间我们主要的卖点就是 我们单品不用25 那就可以买到室内有40品 那我们公设比也非常低 其实如果要在五期买到就是 这个价格的话 我们平数没有办法买到 就是这么大一间的 大概是这样 以上